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很清楚的 表达我们台湾人民 希望的是什么样的名称 然后去参与国际社会 所以在没有换取干市长的情形下 我想台湾需要面对的 是继续的屈辱 但是明年干市长就要改权 我觉得假如台湾要继续这样受到屈辱的话 倒不如这次根本不要去 以时间换取空间 然后呢 在这个一年中间 去游说各国 让他们了解台湾的状况 台湾的防疫能力 台湾的医疗水准 其实是世界一名 那在这种情形下 你说我们这么屈辱的去参加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当然我们非常了解 新政府已经决定要派员参加 那问题是 要维持宣传呢 还是表达强烈的抗议 让台湾在一年以后 没办法去参加 假如在这种面对这种情形下 我是觉得老夫非常有尊严的 不要去参加 然后以时间换取空间 我想有其他很多的前辈 都会在这方面表达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最后要提一下 我们台湾有两张信函 送到世界维生组织 接口就下西下九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台湾国家认同的分立 实在是一笑大方 我们是觉得马英九 应该觉得惭愧 用这种方式 来表达台湾的立场 所以我们继续 我们请这个姚教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很明显中国用很多方法 来压迫恐吓台湾 前不久很多媒体 各位也都报告过 中国说要减少禁止 中国客人到台湾 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说 中国人对台湾的热潮 旅游热潮已经是在衰退 台湾人去中国热潮一早就在衰退 而且中国早期在台湾布置 都所谓一条龙的一种进行方式 所以他们路过来台湾 事实上赚钱的都是中国人 台湾人赚的是很少 所以这个方法来恐吓台湾 那是没用 也没有用 我们今天的主张是我们不要屈服 不要再屈服 再趟压迫之下 我记得在1988年 我做民进东主席的时候 民进东大会要通过 台湾主权独立的决议 中国也在恐吓 有一个记者从北京来说 你们如果通过这个决议案 中国马上要打过来 那我们通过 好像当三岁小孩子 我就回答说 民进党是个小党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决议案 中国就要打过来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这样笑我们 这个很幼稚 中国是很幼稚的 所以很多恐吓 其实台湾不要屈服 台湾要维持我们的尊严 那这一次 然后HOR 然后HA的一些 台湾在跟这个组织的一种关系 或者我们在里面地位 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立场 都要随便屈服 我们也期待新政府在 不止这方面 很多方面都要维持我们的尊严 不要怕中国的威胁 我们不需要去得罪中国 不需要跟中国挑衅 但是我们不需要屈服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记者之者会的主要的立场 谢谢各位 谢谢 对这一句 这个记者会的总言要募屈服 这个你们的挑战已经谈得很清楚 那 非常的很臭强 也许也是有先建政品 自己播一下 大概1个月前 也就是4月8日,在治癒廣場 我有一篇文章 《來透是台灣沒有中國的證》 這一個文章恰好是可以用的 請各位到Internet治癒廣場去搜尋一下 4月8日,可以用來反對、反駁 中共在WHA加註聯合國2758日絕一無 及一個中國原則的舉動 那這個傑義文可以說都沒有一句台灣 那為什麼沒有台灣? 當然是沒有台灣的 因為台灣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2758、915沒有台灣 是當然沒有台灣 因為台灣從來歷史上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點要注意 那過去八年我們很遺憾 先入於這個國共的一個 跳入於他們的一個所設定的議題的陷阱 那他們所設定的議題的陷阱就是九二共識 使我們這個八年 就忽略來主張我們是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法治意力完全集中到九二共識 就是如何去描述 如果不承認的話 怎麼樣去代替這個議題上 這個是非常錯誤 而使很多國家誤會 認為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現在說來也是一個機會 這一個不是我們提起的 是中國北京自己提起這個二一九八號的這個問題 所以破壞維持現狀的是中國 絕對不是我們 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大聲的在WHA 我們因為我們決定要參加了 在WHA大聲的說 台灣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一點呢 我是贊同民進黨說的一個說 這就是說 他WHO秘書處韓中的二七五八號 結尾文為基礎的議論原則 和台灣穿一個WHA我們認為無關聯 這無關聯是可以有一點堅持 但是無關聯這樣子實在太軟弱 應該我們要更加很明白地表示我們的抗議 我們的這個不贊同這個說法 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來多多緩使 國內也要緩使 國內所有的學者和媒體也都要去緩使 我們到底台灣追求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追求的是台灣的一個自由民主做法 應該要好好地像全世界剛才所說的要遊說 要一年的時間、兩年的時間、甚至更多的時間來遊說 讓全世界的知道台灣和中國是完全沒有相關 那各位也許說為什麼沒有相關呢 歷史的這個事實是什麼 我要向各位說明一下 當然我這個文章裡頭也有寫到 到十六世紀 葡萄牙來發展台灣的時候 他說一個 那個時候 完全這個台灣是沒有 漢人的居住的地方 不是居住的地方 完全沒有 到了這個真正的台灣 有這個國家主權的干預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荷蘭 荷蘭活制的時代是1624到1661 這個是荷蘭 才有台灣有做什麼主權 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這個時候 但是這個之前 佛制的中間 明朝是滅掉 被清朝所滅 明朝是1644年滅掉 那個荷蘭是到1661年 所以明朝滅掉 那佛朝為什麼滅掉呢 是一個清朝來攻打台 中國 所以中國 那個時候是清朝的滅洲的一個殖民地 滅洲的殖民地 並不是中國 中國是清朝的殖民地 那清朝把征服了中國之後 1683年才來攻台 台灣又成為清朝的殖民地 清朝殖民地之後呢 1895年日清戰爭 日本不是和中國打戰 日本是和清朝打戰 清朝長代之後把台灣隔給日本 把台灣隔給日本 那之後武昌革命是1911年 那是之後 那武昌革命之後 中華民國當然接受了清朝的國土 但是那個國土已經沒有包括台灣在內 所以台灣和中華民國是沒有關聯 這一點應該要好好地清楚 也就是說 台灣從沒有人 沒有 不是韓人住住的地方 是原住民住的地方 然後再變成一個清朝的殖民地 然後躲給日本 然後日本就戰敗放棄台灣 所以這個完全和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全沒有關係 也就是因為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在聯合國的二七五八號 他不能提起台灣 沒有關係 這一點應該歷史的清清楚楚地告訴了我們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可以大聲地在這一個機會來發生 來帶來我們的一個所追求的這個目標 也許各位也問啊 那這樣是怎麼辦呢 為了中國衝突嗎 而且我們沒有辦法參加WHA 但是這一個呢 剛才我們趙女人也已經說了 WHA要我們的多於我們要的WHA 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是有一個強勢的地方 我們相信我們只要再過幾年的努力 應該可以很有中元地回到這個WHA的地方 不會還有其他這個以外 我們真的要和中國這個碰撞嗎 那說碰撞之後台灣會怎麼樣 這一點呢 我搞會有這種危險 這樣 這個碰撞是免不了的 即使你再如何去退讓 它還是得一寸進一寸 再進一步 所以到後來 除非我們投降 絕對這個碰撞失免不了 所以碰撞不如現在 我們還有這個基礎基礎的時候 來一個碰撞 我認為一個碰撞的結果 即使三寮地洞 這一個才是台灣 運輔重生的一個機會 這樣子呢 台灣的這個經濟 才會得到自主的 找回台灣經濟的自主性 找回台灣的自主性 台灣的經濟才會發展 我們的這個青年 我們的這個小孩子 才會有職業 才會有將來 這一點呢 所以我在這裡再呼籲 我們的這個新政府 除了參加之外 還要更強硬的 這一個表示我們的這個立場 讓我們的這個 保持我們的一個綜藝 即使為了這個 都沒有辦法參加WSA 我相信 WSA還是會讓我們進去 謝謝 大家好 台灣以來的經濟會 在過去十萬年來 已經十萬年來 已經九七年第一次 撒動台灣 自己在世界五千作戰 工作 在九七年 一年初 已經整個綜藝 我們開始做很多 運輸是兩千萬一年 在美國、日本到後來 因為這三個地方 是WSA公務 順利 支持最多的地方 以後 我們都注重說 台灣是一個大陸的國家 所以台灣應該農學完的新聞 依一個國家的新聞 加進世界五千作戰 這個立場一直沒有改變 一直非常鮮定 所以 相信未來 在兩方面 出一個變化的時候 如一年 可能新政府的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台北丘 對台灣的接納程度 所以在這的時候 在台北丘的新聞上 在第三點裡面 有一個人說 政府怎麼處理 譬如說 以前的議員主任台灣 應該做一個會員 有沒有過去 政府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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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斜之下 他們是 追求做一個 規劃的觀察員 那 從觀察員來說 還是我們觀察員 是百決議員的觀察員 對大會議決的觀察員 上面有個大會議決的觀察員 我去兩個 一個是 法律斯坦解放組織 他的英文就是 聯合國在 第十八代的時候 第十八代的時候 因為 他經常做恐怖行動 所以英文就來 include進來做 英文的觀察員 他做聯合國的觀察員 之後 所有聯合國的 專門組織 包括WHO 包括IL 所有的國際 UNESCO 都變做觀察員 進一步 這個八二十代解放組織 在二零一零年底 在法國 UNESCO 毀年會的時候 他正處變做規管 變做規管的時候 很多大國 當然真的不高興 但是 不管怎樣 是做一個國家 他們真的拚死 就是說 本來他去那個 國會 當中做一個觀察員 後來他會變做一個觀察員 在台灣的國度衛生大醫療 大家知道 因為過去台灣最多 外邦風遞的情緒 很多優勢的人 都在做醫生 所以台灣的醫療 跟不同的衛生 其實 是台灣在參與各種社會 尤其是世界衛生做一個 最大的扣 所以在這裡 今天去台灣也提出一個 就是 他國際文 台北國際 來支持台灣 做一個國際的觀察員 這樣就不用說 每年 兩周國比試 他要給你 他要給你 他要給你附加條件 或是要給你路由 或是要給你宣稱 這個問題 就能做一個討論 而且過去 美國、日本 甚至是歐洲 裡面的歐洲議會 不幾次 都在支持台灣 做一個觀察員 所以 新建府未來 應該可以好發術 好風 百大會決議的觀察員 身分 他現在來說 我們現在在台北橋裡面 的困境就是 只有五天 在台北 在觀察員 其他的地方 在2010月 密接裡面 整天說 我們都會做 中國台灣省 那 一般的觀察員 不管是 譬如說 教廷 或是說 公司智慧 對外修會的訊息 都同步取得 其實大部分 與會員無異 都一樣 但是 像台灣 譬如說 我們這些會員 都沒有 因為MOU百項 大家知道 我們先討論一下 不會有 而且 譬如說 在地區分屬會議 有分 非洲分屬 美洲分屬 歐洲分屬 澳洲分屬 澳洲分屬 台灣屬於西太平洋地區分屬 我們在西太平洋地區分屬 的觀察員 雖然是觀察員 但是 只有在世界衛生大會 所以我們人 有去參加 維波 西太平洋地區分屬會議 都沒有 大家知道 以前 西太平洋地區分屬會議 的書定在台灣哪有 這個 曲子秋 以前的 以前的 他以前是 世界以前做的 西太平洋地區分屬的 書定 台灣做到很優秀 包括現在 不總統陳建仁 陳建仁老師 你知道因為他做 肝炎防治 你說我們衛生地區分屬上面 有很多 很多的困難 所以 他甚至有什麼 去蒙古 要去很多地方 因為不可能 因為台灣的負責管理 台灣新聞的管理 都要用一些 跟特別的國務的行政 不可以直接稱為 做WCO的國務 所以 我直接在說 是說 台灣的衛生大醫療 是 給台灣 全國的社會 最大的抗爭 謝謝大家 各位郎博士 在登記 推動 大力 集聯合國 和世界衛生中請 各位 任內 日本媒體的記者 先生 敬請 大家平安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就是從 SARS那一年 成立 要推動台灣 要加入聯合國 和世界衛生署 和所有的國際組織 因為國際孤立對台灣 是非常不好 早上看到 據說 馬英九 又呼應 那個什麼 2758號結議 聯合國的2758號結議 1971年 10月25號 聯合國開會 2758號結議是 把蔣介石 振前的這個代表 排除聯合國 沒有談到台灣 都沒有 一個字都沒有 蔣介石 敗往來台灣 228事件 我們大家都知道 還有在恐怖 白色恐怖統治 第三個 我常常很少人談到 今天台灣成為國際孤兒 就是因為蔣介石政權 台灣一直要代表中國 一個中國 所以 最後被抬出來 現在台灣人民淪為國際孤兒 我是非常的憤慨 悲憤 因為 我們不要只有悲哀 台灣人都比安 比安沒有力量 把悲哀沒有力量 所以 我們跟這些 國民團體一起 每一年到WHA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 旁聽期 去旁聽 在入倫亞胡辦 入倫亞胡辦 發傳單 題部條 還有歌唱 也在歐洲聯合國總部 那個三交易 還有那個廣場 也是在發傳單 發傳單 我大家看見有一個 這張有這個 經常官 傳單 有英文 有德文 和法文 特別強調 台灣 中國 一邊一國 我們台灣不屬於中國 我想 參加任何的國際會議 如果不得不 用觀察演 我們一定要表達說 台灣不屬於中國 一邊一國 對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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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酒 呼應2758號 結議 我們剛剛看了 真的非常悲哀 蔣介石這種專斷 滿坑 說阿 他講什麼話 你為異翠 不為瓦全 其實那時候 日本和美國 派各自來 欠蔣介石 要留在寮國裡面 當普通為了國 但是他你為異翠 不為瓦全 而且怎麼講 漢賊不良民 結果漢賊異味 漢變成中華人民國 賊變成中華民國 這種 把 心中沒有台灣人 跟馬英九一樣 我做一個牧師 我觀察馬英九 心中沒有台灣人 只有中國人 只有中華民族 只有中國 沒有台灣人 這樣的人當台灣總統 難怪我們八年來受盡苦難 所以我們要把悲憤為力量 我寫那個文章短片 是發表在這個 日色和平電臺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生病 我們要好好來抑制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一個幹事長 吳征 可以這樣對付台灣 這個衛生組織生病 所以我們要讓世界衛生組織健康起來 讓他成立台灣是一個國家 中國是一個國家 兩天和不相尊重才是真的和平 和平不是禍心裡的 和平是不相尊重 不相抗治才是真的和平 像馬政府就八年來的和平是假和平 利用中國來恐嚇台灣人民 壓制台灣人民 威脅台灣人民 這個絕對不是和平 這是假的和平 我們一定要站起來 很希望更多的人 有良知的人站立起來 剛才講中華民國 Republic China 英文叫ROC 我常常說就是Republic Confusion 混淆民國 混淆錯亂 國家的定位混淆錯亂 依此讓台灣人民無法談解 所以我們要證明為台灣 共和國台灣這個國家 這是我們長年來努力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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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給我送給你 謝謝 這個剛剛武術民總召 已經表達說 在這樣的屈辱情況下 這樣屈辱不如不要去 那幾幾天 這個無術民總召也受了 已經表達上立場 但因為新政委已經宣布 要去參加這個世衛大會 那剛剛 吳總召跟林世佳都有提到說 應該用 W世界衛生大會 決議以觀察員身份 來邀請台灣參與 那這個就是 是不是就是你們認為 未來努力的方向 那請問要如何達到大會 正式決議來邀請台灣參加 這個需要發動國際遊說嗎 大概是一半 這樣講 這個東西要排到南北秋的議程 譬如說通過執委會 在執委會的議事規則 整年一月的時候 只要提案就成案 就是說執委會的成員 只要提案 會員提案就成案 那過去我們有些相關東西 就是在那裡頭也被中國準 執委會提案就成案 就變成五月的 世界衛生大會其中一個議程 那通常他們的議程確認 會最後又在一個總務委員會 就是說大會開始前的 中午會在一個總務委員會 做確定他們的議程這個動作 那如果說我們要做的努力 一方面是要設法把這個提案 宋敬在WHA會變成一個提案 那當然這個需要很多國家的幫忙 那第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說 在投贊成反對的時候 需要以多數票來支持 讓台灣成為一個 我講的是這個議事程序 所以它需要很多國際的支持 那過去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美國是很聰明的 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的外交官員或者是衛生官員 其實在跟我們會面的時候 非常的不自在 因為非常的罪惡感 特別是喪失了很多人的時候 這是我們過去有罪的經驗 可是在2009年 當那個馬拿到邀請檔 對台灣拿到邀請檔的時候 一期之間 他們的這個罪惡感全部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一次 WQ在邀請檔上面 加註了所謂2758號 所謂一中原則 讓大家看破捨不曉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啦 不見得是壞事 就是說其實這些重要的國家 他們其實比如說美國 他對台灣希望在亞洲 特別是我們靠近東協這些國家 希望我們成為重要的緊急救難 或者是疫情的前 就是控制疫情的前哨戰的時候 如果沒有台灣的引爆 他們其實非常的吃虧 那我們跟日本進 我們就是說 現在整個國際形勢下面的時候 跟台灣的醫療衛生的強項 在這方面其實是很多大國 對我們有期待的 那他這次把我們弄這樣弄得 我們參與上面非常難看的時候 其實不見得是壞事 未來我們在做遊說工作的時候 其實有更多的空間 就讓大家看到今年 就是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攻擊說 稱風附贈基本上 他把WHO變成中國WHO 就是說 我曾經在不同的地方提過 2004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幹市長教理忠譽 他在北京參訪 他就說 就當然就被嘟麥說 台灣要加入的事情 他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還沒有機會 這個時候 中央社 現在副社長 女士翔 那時候派來那個 他就去督 督這個 WHO的發言人 Simpson 那 Simpson就是說 WHO沒有中國政策 他是錯誤也沒有 就是說 他的發言人 因為他們是常 WHO常任人 玩這些打臉 他們那時候WHO幹事長 這是一個很明確的 具有的釋手 另外就是07年 大家看到那個潘基文 對於說 我們上 送入了人權兩東約 在台湾上面 settle的時候 就是也是說 我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然後不處理 那美國就幫我們出面講說 台灣的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很明確講這個事情 所以 在聯合國體系裡面 是沒有一宗這個事情 沒有一宗 所以他再次講這個 在挑選台這個東西 是很有問題的 那因此我想 其實大家看到 可能看到說 這個 AIT 或者美國國務院 對於 這個WHO的 這個邀請人的作為 是不滿意的 那我想他們都會提出 評論 就是說 英國國聯合國的事情 那其他人都擺哪裡 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 這個問題 那請問你們建議 你們會建議 台灣要如何透過會員來提案 譬如說 是不是可以仿造 過去參與聯合國的方式 透過國國的友邦來提案 列入總務委員會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可是 其實他的那個 我這樣講 過去有點假議題 英文如果只是總務委員會運作 如果我們以 事件衛生組織為例的話 那一月中通常是職委會 再決定五月的議程 一月中就可以提了 不是到總務委員會 臨時去提 就是說 這個是 處理誠意的問題 那過去政府部分 其實一直都沒有說 人很接觸 你了解我在說什麼嗎 對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在一月份 就可以透過職委會來提案 那提案資格是會員嗎 提案資格是會員 對 然後職委會必須處理 而且裡面是提案集成案 是不能否決的 我們在2000 在911 2001年之後 2002年 台灣事實上有救WHO的東西 我們在職委會有提 那時候中國發布表決 那歐盟國家棄權 菲律賓也是棄權 然後美國因為911之後 我們需要很多中國在傳染地上的配合 所以 他們是保留發言權 所以那次我們沒有處理 所以兩天第二天的時候 事實上 政府是很用心的 想要從一月職委會就提案 讓他進案 那你們建議 我們要怎麼透過職委會提案 那一定是要請邦交國提案 你們建議可以請我國的邦交國來提案 WHO WHO的指紋會來提案 來邀請 其實我們過去到歐美或者是加拿大 eller日本去游稅的時候 大概都有提到這些事情 然後過去我們都是要求我們的友邦幫我們提案 所以我想未來的模式大概也是一樣 大概是要要求我們有幫我們提案 然後經過自委會然後經過大會 應該是吧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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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笑給人家